大家好 我是小冬瓜 情人节到了 不知道你是否单身 乐恋 交往中 还是准备要踏入婚呢 在过去从事殡葬业的我 跟从事婚礼顾问的联盟夫人 其实我们在这感情路上一路一来 波波哲哲也面对过很多风风雨雨 那也藉由这个机会 想跟大家一起来好好聊一聊 跟大家一起交流 开始吧 我们最早是在社团认识的 对 我们那时候同时加入父亲团 我们都叫他学姐 他时常会散发出充满智慧的光芒 所以那时候就神手吸引 更进一步的交流是 当时知道他是做婚礼主持的 感觉有很多活动上面的一些经验 可以做一些交流 因为他们那边有乐队 我们这边也有 还有花艺的布置 我们也也有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有一种 想要跟学姐交流一些 职场的一些经验 谈谈一些生意或商业上的往来 就没有谈成反而就先谈成恋爱的 如果印象没有错的话 这个可能有机会再跟他对一下 那时候应该说我们互相对彼此都有好感 看到对方就会一向磁铁一向互相信 后来是有一次他很正式的跟我提了 他觉得如果有这个机会 希望能够跟我更进一步 我如果没有记错 我记得他那时候我的印象是 他觉得我应该没有情绪 但他没有想到当他开一个人扣之后 然后我告诉他说其实我也很喜欢他 然后结果就两个人就这么在一起了 对对对对 但这一点我觉得他可能有不一样的答案 我不知道 可能在问他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刚招网的时候 就很常会去探班 那个画面是蛮荒谬的 就看到全身穿黑西装 然后黑领带 然后到一个婚宴会上 那边贼头贼闹的 然后看他突起 看着充满朝气 阳光 又温暖的云调 让我们将目光看上红毯 我们欢迎新郎新娘进场 邀请各位官兵将目光移到我们后方的入口处 再次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最帅气的新郎官 请坚持掌声欢迎 当时就觉得好美这样 然后就觉得 在婚礼工作的人都好幸福 就是充满了正能量 也让自己的生活有一些调节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属性跟环境是比较压抑的 然后到那个环境 有点是把它做个对冲这样子 记得有一次去探班 新人他的长辈就有认出我来 然后他就说 欸你不就是那个 那个 我说喔喔喔喔 不是不是不是 也会担心自己的身份 会造成对方的困扰 好我讲一个比较 到现在偶尔还是会被拿出来笑一下 就是求婚吧 求婚那个其实蛮荒谬的 那我本人是一个非常 激花的天影座 然后求婚这件事情 就会希望 仪式感比较足一点 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天影座座 其实在认识的过程中 都可以理解 他应该 不会想要弄一堆人 然后就是每个人一桌鲜花给他 然后说嫁给他 嫁给他 如果是他的个性 他就会俩妆 他可能觉得 马上在逼婚吗 这样子 不求又不对 可是求了呢 又觉得好像做太多也 不太行 我想了一个方式 就找了他的家人 我们双方共同的一些朋友 还有他的一些闺蜜 约了一个不错的餐厅 要向他求婚这样 那前后大概规划了两三个月 跟他的闺蜜啊朋友 然后录了很多祝福的话 特别就是杀到我岳父岳母家 跟我岳父岳母要祝福 然后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 有一个环节就是 我必须要先打点好所有饮食习惯 就是我在传表单 好死不死我把他传在一个 有我太太在的群组 然后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收回的那个功能 更重要的是 我当时我已经慌了 有我太太的那个群组 我把所有人全部提出去 然后也把我太太递出去 完蛋了 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 因为刚好一次看到有饮食过没多久 他就打电话过来问我 我刚刚好像有看到一个讯息 你年初是有事是不是 有要约朋友吃饭吗 我那时候就无语问唱歌 我那时候很想哭 说我记得你年初是应该是没事的 怎么突然约了 要出去没有跟我说什么的 然后我就在电话里面 到另外一头开始哭了 那个心情非常的矛盾 一方面是因为已经准备了 大概两三个月 然后他说 没有想到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然后也功亏一篑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哭是觉得比较放松的 因为你知道要就是隐瞒另外一半 然后要去偷偷的做这件事情 其实压力很大 所以我就哭着跟他讲说 没有啦就是要跟你求婚啦 就这样他就语气就很平淡 就是说求婚早说嘛 就是没什么啊对不对 那你打算要怎么求啊干嘛是不是 然后跟他讲说 我说我求求你别问了好不好 哦学姐他也很好笑 你也没有来约我 搞不好我有事情 我说有啦请他一个闺蜜 年初次要约他出来吃饭 哦这样子哦原来是他哦 我说对对对 然后所以后来 我们那个共同的朋友就打电话约他说 哎那个年初次之前有跟你说要吃饭 然后太太就故意在电话另外一头跟他讲说 哈可是我临时有事耶 我年初次我可能没有办法过去哦 虽然那个闺蜜就很紧急的打电话给我说 小门话怎么办怎么办他出事没有办法过去了怎么办 我就单单跟他讲说哎呀不用担心了 我想他应该是会有空的啦 还耍一点点 闪蜜的闪蜜 你願意嫁給我 那時候的狀況是 父親一首創意公司沒有了 就是我離開歸零 甚至身上還有負債 我那時候大概還有 一兩千萬帳戶是需要去處理的 那時候當然還沒有方向 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 那個時候對於前途都非常迷茫 你不確定你的下一步要怎麼走 甚至你能不能夠 衝回殯葬行業這個領域 其實都是個未知數 是一派塗地 不會有人選我 連我自己都可能會想要放棄我自己 可是當我一片茫然的時候 我那時候曾經跟他提出說 我覺得我們要不要還是分開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繼續照顧你 因為我知道我曾經答應過你很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好像我什麼都做不到了 我們是不是就分開吧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時候就有一點 一派輕鬆的就是說 你幹嘛那麼鑽牛角尖的時候 要做殯葬業不做殯葬業的人 人生有很多選擇 你再真不行不然你就陪著我來做業務 我教你怎麼做 我帶著你怎麼做 誰說你的人生只有一條路可以選 沒有那麼多的機會你可以選擇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他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不管天塌下來 只要我們彼此沒有輕易的放棄 我們好像永遠都會有非常多的機會在等著我們 所以害怕的不是挫折是 你在面對挫折的時候你一定先放心自己 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當中我覺得 哇幹我太太好帥 他那一刻很迷人 這一刻就永遠都忘不了 我以前我不認為我會結婚 覺得我應該是單身然後遊戲人間的那種人 我覺得我不太能夠進入婚姻這件事情 很大一個原因是因為我覺得我沒有一個model 我從小是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 我父親成長的過程當中其實一直很努力在工作 關於如何經營婚姻 經營他的感情世界 其實我父親他也很辛苦 所以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樣去經營婚姻這件事情 我會很害怕我會失敗 我以前我也一直很抗拒這個角色 雖然我常常會推給人家說我覺得結婚很棒 是因為自己在婚姻關係 在夫妻之前我覺得看到了很多也學到了很多 所以我覺得其實做這個選擇我從來都不後悔 我也覺得挺好的 甚至我覺得說如果能夠再找個幾年應該有多好這樣 我應該舉這個例子我可能大家會比較好懂 我們那時候剛交往 在深夜他打電話要請我跟他報平安 然後我沒有 然後他就發了一個非常大的脾氣 那我覺得莫名其妙 我從小到大從來都不需要跟任何人報平安 我連我爸都沒有報平安我要跟誰報平安 他講的一個很好就是 不需要跟任何人報備 不需要去在乎別人對你的關心 跟別人對你的擔憂 也許是最適合你的模式 那你可能還沒有準備好進入親密關係 那你就是好好一個人生活就好 然後我就從這個過程當中發現說 欸對耶 從小到大都沒有注意到說原來這是一個課題 尤其是當你今天要進入到婚姻關係的時候 你絕對不是雙手攤著等著說 幸福會從上面掉下來 沒有這種事的沒有 你一定要去調整你的思維 調整你的生活 你才有辦法跟另外一個從小 跟你在不一樣的背景環境當中長大的人 能夠好好的相處在一起 幸福從來都不是天上掉下來 是你自己要去刻意經營的東西 優點就是我覺得他 永遠都很清楚知道自己要什麼 我覺得這點非常厲害 很多人活了他半輩子 他甚至他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麼 他也很豁達 那不太會去計較跟幾集營去追求很多人去追求的東西 有點懶惰 但也因為懶惰所以他要讓自己的生活活得很有智慧 他也不需要很多很複雜的東西 把他搞得人生也很複雜 我覺得也不算缺點吧 以前年輕不懂事的時候就覺得他過於千點持家這樣 可是到了現在這個階段就會覺得說其實挺好的 在生活當中有力度的去很節儉的去過生活 可是認真講起來我覺得那是優點 他抱怨蠻多的 抱怨喔 我覺得還是稍微習慣太差這件事情 常常在花時間在找東西 真心常被我太害怕 對 不是好習慣 不是 結了婚有了小孩的過程當中 其實也不是一路上都那麼順遂喔 其實很多時候也曾經有過一段時間的低潮是 就是我們的生活被 工作被小孩被 財米油煙槍桌下給填滿 一步一步的消耗彼此的愛情 生活上的激情已經 蕩然無存了 所以有一天突然警覺到這個事情的時候就發現 就很認真地做下去 溝通這件事情 後來我們的解決之道就是 伴侶關係 你一定要 刻意地去挖出一塊時間 而那塊時間 不是爸爸 也 不是媽媽 而是 男朋友 女朋友這樣的一個身份 然後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想做的事情 做些 情侶喜歡做的事情 都好 為生活當中找到一些 新的刺激或熱情吧 我覺得這個蠻重要的 岳母在結婚前給我們兩個人的中骨 婚姻關係 他像是一個 愛的存者 你們就像是開了一個帳戶 你們要時常在裡面存錢 因為在生活當中有太多事情會從裡面提款 可能比如說小孩的哭鬧 要付帳單 各種各樣的一些 生活的現實 他都會壓垮你們 然後從這個帳戶裡面去提錢 提錢 如果有一天你的這個帳戶裡面 太瘋了 就什麼都沒了 那你就會開始去埋怨 為什麼這個關係 怎麼樣的不值錢 日常生活當中你願意存多少的錢 你時不時就要存錢 一個讚美 一個肯定 一個鼓勵 一個生活當中的小確幸 然後或者是一個心思 放在對方身上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會 讓你們的親密關係可以變得更好 有一次比較大的危機是在結婚前 當初到底是為了什麼 真的忘了 依稀只記得我們為了一件很小 很小的事情爭吵 那時候吵到翻臉我甩門出去 我太太整個崩潰大哭 然後那時候我們在結婚前不久 發生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甚至 在考慮是不是把酒席給退掉 那是我們滿嚴重的一次 可是很有趣的事情是搞這麼嚴重 但是當初到底吵什麼之間 我都真的都忘了耶 那我們最後有找到一個共識 就是婚姻的底線 不管發生再大的事情 都能夠做下來溝通 我覺得我太太是個很有智慧的人 我們那時候在結婚的時候要講事實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 洋洋沙沙講了一堆 可是我太太只講了一句 這條路上我不求順遂 但求我們永遠不要放開彼此的手 很多時候當我們遇到很多的瓶頸 就會把這句話拿出來再拒絕一番 我很謝謝曉翼 我謝謝我的麗蒙夫人 我這樣講得很乖 對著螢幕前面 應該是習慣 好 還是第三人說好了 我想好好謝謝我的太太 我是一個很沒有耐心 脾氣也很不好 說是像颱風過境一樣 搞得身邊人天翻地覆 這過程當中一定也造成他很多的負擔跟困擾 其實當我工作在忙的時候也要 一個人堅持一打二照顧兩個小朋友的責任 其實有時候對他很抱歉 覺得很辛苦 有能力之餘也希望能夠再給他 更多更好的空間給他 很謝謝他這幾年的陪伴 然後也給了這個家非常多的愛 我不是一個很成功或很好的伴侶 但我覺得從我們認識一路到現在 也一直在成長 不敢說自己多好 我覺得我很慶幸也因為他 能夠看見一個更好的自己 希望這樣的改變是他能夠接受的 我相信他應該還可以 這個分數 也許可以問他可以幫我打個幾分 87分不能再高了 在往後的這段路還有很長一段要走 所以也希望說我們都可以變得更好 好好去享受人生接下來的風景 就是我想要對他來說 今天聊了很多 有些有答案 有一些其實是被問完之後突然想到說 這一題實在蠻有趣的 我還沒有認真想過呢 所以在情人節的這一天 把這樣子的一些心情跟你分享 也希望對你有那麼一點點幫助 如果有的話我會很開心的 假設你們有什麼樣的心情跟我們分享的話 也歡迎你可以在下面跟我們一起互動討論 情人節快樂 祝大家都有一段美好的愛情之旅 我是盛造廠東光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